Lamborghini 然後它就是Lamborghini 特別跟Gran Turismo 一起合作 來到最後又是一個很大很大的Y字 兩隻超大隻 像大炮一樣的排氣管 很像鋼彈的那種 飛彈發射的炮彈 就是全球限量一台 One of One的Lamborghini Lamborghini Lamborghini 它法文中文字 就是一台黑色車 還蠻直接的一個名字 它要價1100萬歐元 將近台幣6億 將近台幣6億左右 所以是真的真的真的 參見聖上的概念 然後這台車 它參考了很多Bugatti創辦人的兒子 John Bugatti 他當時設計的一台很經典的Bugatti跑車 就是Type 57 就是說它的車子 從車頭一直拉到車尾 有這條明灰色的拉線 還有車上幾何圖型的散熱孔 都是當時Type17上一些很經典的設計 就有跟排氣管 然後滿車的散熱孔 還有這樣LED整條的一個車尾燈 然後後面Bugatti的這個字條 全部都是LED發光的 就已經在告訴你說這台車 等於是車子裡面的車謊 然後這台車就是賓利 他們創場100週年 推出的 他們一台全新的概念車 叫做EXP100 賓利最新的一個設計就是 他們開始用水晶 在車頭燈裡面做出一些標殼裝飾 一直從車口延伸到前面的進氣吧 然後這個進氣吧 它是可以自動調節開關進氣系統 然後可以讓車子達到最佳的散熱跟空氣力量 那其實這台車它是全電動 內裝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因為它融合了很多兵力 他們新加入的一些生物科技的技術 上心式的會這樣子 往上面這樣打開 然後進去以後 它的兩張座椅 就是可以把它退退退 退到最後面 或者最大的乘坐空間 它這台車內裝的座椅 還有整個空間的環境燈光 都是會隨著 駕駛者跟裡面的乘客的 心跳 還有你的各種生理狀況 你的肌肉緊繃度 然後車子裡面的濕度 甚至你的情緒 它都會改變 反正它就是會透過一些生物科技 然後來讓座椅可能達到更人體工學 好像在我眼前的這台 就是R-Pink他們的一台概念車 再來就是R-Pink他們為了 R-Pink他們為了15週年 幫他們設計在遊戲裡面那一台概念的東西 我就停在這台 Sport X旁邊的 就是 早期傳統的 老Alipine A110 然後後面這台是一般市售版的 A110S 它是Sport版的 不然它其實也有一般的A110 然後 在它左邊也是一台舊款的 就是當時早期的 Lavi賽車版本 很明顯的可以看到它的設計 特點就是 前面都會有一個 賽車照明燈 當時拉力賽車都會有一個照明燈 然後新款是直接把它 箱砍到車身裡面 然後車尾 我個人是覺得老的 R-Pink的車尾比較好看 新的有一點怪怪 剛剛在展間展 就是走一走 然後我就看到這台車 這台車它不是什麼名牌 但是它是一個 還蠻有趣的一個東西 我就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牌叫GFG 然後 為什麼叫GFG呢 因為它其實是 汽車設計史上 最偉大的汽車設計師之一 叫做 它是義大利文 所以我也不會唸 應該是 Giar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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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跟它的兒子 主要這個牌子 其實是它兒子 然後當然它身為爸爸 所以它有幫它兒子很多忙 設計了一台車 我們可以大概講一下這個設計師 這個設計師它設計了很多名車 比如說 我現在腦袋裡想的 第一個就是BMW的M1 然後Volkswagen的Golf1 第一代的Golf 然後還有DMC DMC的那個上限 Back to the Future裡面那台車 也是它設計的 還有 現在一直腦袋裡面沒有辦法想 那是非常多名車 基本上就是 都是大家熟能詳 而且非常經典的名車 所以它可以被堪稱 汽車時機上最偉大的設計師 然後這就是他跟他兒子 創的一個叫GFG 就是G跟G 是他跟他兒子的名字跟姓 然後 就是 他創造一個公司 然後可以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 主要是他兒子 就是 這樣講有點不太好 可是我覺得兒子沒有老爸的成分 就這台車 我只能說他很特別 但是我不能說他很美 或是也不能說他 有什麼特別的 讓我驚豔的地方 我只能說就是 一種 比較特別的義大利式的意識美學 然後 對 你看它的屋頂是 這種球型 像戰機一樣 它的方向盤也是 特別弄得很像戰鬥機的方向盤 這個牌子呢 他們前一陣子出了一台跑車 它在這個展場另外一邊 就在 Lavattre Noir的旁邊 可以帶大家去看一下 好現在就是GFG的另外一台跑車 然後這台他們是計畫的 好像要亮場 它的車叫做Kangaroo 帶水 其實蠻特別的 我也不能說他很美 我也只能說他特別 那這台車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這台跑車 可是看它的輪框非常大非常快 然後它的胎 是用有點全地形胎 然後再看它的地盤很高 不知道各位這個時候 能不能猜到它的特別的地方 就是 它是一台跑車 Supercar 但是呢 它的概念就是這台車 它也是一台可以 在雪地啊 在一些泥地上面 可以去奔駛這一台 算說它是超級跑車 然後它還是純電的 但是它就是可以 有一點全地形胸的那一台超跑 嗯 然後就是 G.Jaro 他兒子 跟他老爸一起 設計的 Tangaroo 帶水 我記得這台車的底盤 我記得 可能 資訊不確這麼多 我記得它底盤是可以 升降的 它也不是都一直要處理 就是這麼的 高的狀態 高的狀態 它車頂上那個尾棋 我是看不太懂 不知道還是什麼 對嗎 蠻醜的 呵呵 就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好 好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旁邊停的這台車 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然後它就是Lamborghini 特別跟Grand Turismo 一起合作最新 今年剛剛才發表的 Vision Grand Turismo 我剛剛講過 在我們看Alpine的時候 就是 Grand Turismo這個遊戲 我當時喜歡車 或是有玩電動的人 一定都知道 甚至玩過 是一個賽車遊戲 然後它就會跟很多汽車品牌 合作聯名 出一些 在遊戲裡面才有賽車 然後這些品牌也會藉由這個機會 發展他們的設計 然後會把他們的設計 通常都會做出1比1的模型 然後就是旁邊 今年Lamborghini跟Grand Turismo 合作的最新款 這台賽車 它真的是超級低 低到我不確定 我這個身高187 我能不能做這台車子 因為它真的超級低 我沒有看過這麼低的車 然後這台車基本上就是一台 純賽車設定 它的輪胎是沒有胎穩的光頭胎 然後整台車就是 可以看到很髒 它是分成分離式的四個part 然後駕駛是坐在中間的 Central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一台未來的FM1 然後這台車上側邊有一個Y字形的設計 這個Y字形的設計 是參考一台很經典的Lamborghini的老跑車 是Lamborghini的很有名 意大利設計師叫做Gandini 它當時設計的一台叫做Status 的Lamborghini 那個Y字形 它是完全參考那台車 作為靈感去設計旁邊的Y字形 所以在這台車上你可以看到Y也可以看到六角形 然後這邊就有好幾個Y 然後輪框呢 就是有六角形 六個六角形製成 來到車我又是一個很大很大的Y字 然後兩隻超大隻 像大砲一樣的排氣管 很像鋼彈的那種 飛彈發射的炮彈 然後它就是六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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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台是Cituan的1919Concert 它是一台純電動然後純自動駕駛的Concert 它也是為了展現Cituan 他們獨特的自動駕駛技術 然後它的輪子很特別 它是Cituan跟Good Air輪胎廠 特別一起合作開發的一個新的輪子 它輪子就有30吋這麼大 所以它的輪子非常非常非常大 然後它的特別就是這個輪子跟輪框 是結合在一起 然後這台車前面的車燈的設計 跟它整體車體的設計 都有很多空氣力學的思想在裡面 然後車子前面有很多Sensor 因為這是自動駕駛 這邊也是Sensor 它車尾的設計跟車頭其實很像 就是有點這種對車的設計 然後像這種自動駕駛的車 我們可以看到它們的內裝 它的內裝都會竭盡全力的 讓使用者可以很舒服的在車子裡面 因為它們不需要開車 所以空間就是要讓它們能夠感覺像在家裡面一樣 然後Cituan他們也特別 它們這台車的內裝 看起來很現代很摩登 然後這台車他們也說 它裡面會有一個車用電腦 會有一個超級電腦 然後這個電腦它可以在使用者 有任何需求前 它就是預測你的需求 那你可以在車子裡面打到絕對的舒適 好